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样平坡于山谷之中 然而虽然没有丰沛的水源和茂密的森林 山丹镇附近的山里却蕴藏着一种独特的资源 蛇文岩 走进山丹镇附近的山区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石料厂 在行家的眼中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头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财富 而财富的根源就隐藏在这些石纹之中 这个算是比较大一点的点的料吧 这块石头我认为是十斤左右 这个石头能够做出来多少杯子啊 这个能做三十个左右 五十斤的这个石头自动做三十个 蛇文岩是这种石头的学名 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 鸳鸯玉 据说夜光碑就出产于这种鸳鸯玉 然而看着眼前这些敦石的石头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它与夜光碑联系在一起 难道这种石头在夜里真能发出多目的光芒 众所周知 叶色中能够发出光亮的物体 名气比较大胆 似乎除了夜光碑就要数夜明珠了 史书上记载的夜光碑目前还没有食物出土 而夜明珠却存有食物 在天水长济博物馆里 我们见到了过程价实的夜明珠 这是一顶凤冠是吧 这是一顶冰灾的分散 他说古代华后或者贵妃去国家 审殿仪式的时候呆在这种脑子 他上面下签一颗夜明珠 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夜明珠是吧 对 就是 你说指的这个绿色的珠 他会在黑暗中反光 他得外来玩 他说洗手没光以后再反光 他本身也不发光 外光打上之后他吸收了才发光 然后吸收十五分寸以后才反光 然而据专家介绍 鸳鸯鱼不可能像夜明珠那样 吸收光源后自行发光 那么夜光碑的名字中 为什么会有夜光这一字眼 夜光碑的光又从何而来 为了探求夜光碑的奥秘 我们来到山湛镇附近的矿区 试图在矿室中寻找答案 这个洞很深啊 进去 这个洞三十几里 三十几里 这旁边就能看到各种半生的矿 对 这现在就是在开这个矿 对 开这个矿 现在能打出来这个好一点 品质好一点的玉吗 能 在哪个地方 这 这怎么能看出来 哦 这个地方 打出来 那你打出来打下来的能让我们看一下吗 这刚打下来的 你看 哦 是是是 这能看到绿色 绿色 能看到边缘的透光是吧 透得很好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这眼睁 这眼睁 看 这边看 目前这个十文言玉的储量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经过这个地质部门勘探 就是3.2亿立方米 但是要做夜光备的料 现在一年 大概产量就是 一千栋多一点 它这个料 像好料比较少 也开采也比较限制的 就这么小的矿洞 很难的 实在可以集结化的什么 主要是人工 钢前锤 由于高品质的鸳鸯玉矿 不仅稀少 而且分布零反 矿工们只好采用手工的方式开采 我们没有想到 采矿不仅极其辛苦 而且矿工们还并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入 他们只有在真正开采到鸳鸯玉矿后 才会有收入 因为矿工们的工钱 是用开采出来的矿石抵换 在采矿区 大部分的鸳鸯玉矿 在为何对岸 虽然现在是深秋季节 为何水位因为上游降雨而上涨 但矿工们依然会背着 分城后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矿石 涉险渡河 为了生计 矿工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这个石头就是从河对岸抱过来的吗 就是 那现在河水这么湍急 我们从过去把石头搬过来的话 那就搬不了多少吧 都没有多少 过去几十斤或者一百斤 就是五十公斤 再多了老不过来 我在江南看到这种水库 他们是在池塘里捞鱼或者取有用 业用 业用是吧 业用 你们这边就是采矿专用的这种水库 对 在矿工的帮助下 我们穿上水库 前往矿点采访 中央水就很急了 中央水就很急了 对 每走一步 现在抵抗这个水的通力 然后底下石头还很滑 很滑 你们搬着石头过来那就更难了 对 这么辛苦 你们这个采矿的水库是多少 用采矿这个 这个 你看 这是在工厂的 就是猛大 有些好老去 猛长去去一遍 去高中 撒撒 赔钱 猛不上 就一个月 一个钱就捞不到 这样 是这么的 那你采了矿 你的收入 靠做成浴杯来卖 得到的收入是吧 还是直接卖矿 我没有找过 我专门采矿 专门采矿 有的人是专门采矿 有的人是采了矿 做这个浴杯是吧 对 艰苦的开采环境 加上高品质的 渊量浴矿越来越少 采矿的难度逐年增加 矿工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寻找浴矿 需要运气的成分也越来越大 那么辛苦开采出来的浴矿石 又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夜光碑呢 有谁知道鸡蛋蛋壳的厚度 到底是多少 山诞夜光碑的微壁 是否能与蛋壳的厚度一较高下 请继续收看 山诞阴飞而明 走进山诞阵 到处都是治愈的电锯声 只要循着生意 只能找到制作浴器的人家 全镇有三百多户制作浴器 名气最大 交入最好的产品就是夜光碑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 都会看到对方在一起的 制作夜光碑的玉批 这一户就是姓贾的 对对对 贾宝贾这样的 脚壮 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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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进去 贾宝童是山丹镇最早制作夜光碑的人 家里有限的空间都被用来制作玉器 这是花盆你们做的 这是做好的茶海 茶海这个地方是飞掉了 你看它做出来以后它要是这样的 这是茶海 这就很漂亮 用这根手过来都看着纹路 这是很漂亮 这个是做的 给那个碑子再包一点的话 这个就更好看 从鸳鸯石料到做成一个夜光碑 大约需要几十道工序 其中最讲究技术含量的 就是最后一道工序 打磨 你看 这就是炒磨的那个碑子的工序 好像这个是打磨的表情 这就是磨了这个碑子的碑 一个是磨多了吗 磨多少个眼睛的碑子 磨得磨的翅边 要磨漆 磨到什么程度算是好的 有点红的枝 一刀 一个 像它这个有一个 一公分的 那我能试试吗 嗯 认识吗 我今天再来一下 今天怎么做 你教我一下 这几个刀 是几个刀 是这样吗 嗯 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吗 抽点 抽点点哈 嗯 哎呦 这个 这个 这个得挡一下 我知道你给它挡的作用 哦 挡得对 嗯 这样磨是吧 嗯 尽管看起来简单 但当真正动手之后才发现 鸳鸯玉的磨制并不容易 还真是生怕一不小心 就把经过几十道工序 才生产出来的玉碗磨坏了 而夜光碑的打磨要求就更高了 像这样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 熟练的打磨工非常难找 为了展示鸳鸯玉良好的可塑性 育工秦小霞当场为我们磨制一个厚度能与鸡蛋壳一较高下的夜光碑 量一下吧 这有蛋壳 有蛋壳 嗯 蛋壳的厚度 0.5 嗯 这是0.8 嗯 再转一下 这还是0.8 嗯 这个不能再打了 能看到边缘已经有点裂了是吧 对对对 是吧 嗯 边缘已经有点裂了 其他的一种它应不要比这个高 可塑性任性没有这个鸳鸯玉的好 所以他就做到这个一毫米高 他就自己就碎掉了 他这个任性好就 鸳鸯玉的可塑性 在另一处更权威的机构得到了进一步认定 在天水矿产勘察院 鸳鸯玉的厚度竟然被磨到了0.03毫米 在勘察院的实验室里 江春燕负责将鸳鸯玉的原石打磨成可以进行光学分析的薄片 您这些外上的磨的是什么 磨的是金刚萨 这磨磨片能磨多薄啊 磨0.03毫米 打磨完成后 江春燕还要将贴在玻璃上的鸳鸯玉磨片 放在显微镜下对比 只有将磨片磨到0.03毫米的厚度后 才能在显微镜下对矿石的成分进行分析 鸳鸯玉最终打磨完成后 被送到地质专家的手中进行分析 在偏光显微镜下 地质专家为我们解释了 用鸳鸯玉制成的夜光碑 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 我们看看里面的矿光成分 蛇蚊圆主要有那个改烂石和灰石 还有少量的磁铁矿做成的 就是那个镜头上那个大发的一些浅色的颜色发绿 这是做夜光碑最好的颜色 因为它的柔韧性强 有那个油脂光泽半透明的 别的石头也是这样吗 别的不是这样 您这放了一个另一个石头的切片 这个里面成分主要是这个十六石 十六石看着就没有大面积的那种绿是吧 对 这换回来就是效果不一样 就是 这一部分就是玉和这个不同颜色的区别 所以做夜光碑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橄榄绿颜色 夜光碑的价格为什么连连上涨 价格的背后文化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请继续收看山丹镇因悲而迷 如今山丹镇是目前市场上夜光碑最重要的产地 其他地区鸳鸯玉矿逐渐枯竭的情况下 山丹镇附近储量巨大的蛇纹盐矿 提供了原料的保证 追溯鸳鸯鱼开发的历史 甘肃省武山县博物馆里珍藏了一件文物证明 早在三千年前 山丹镇一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鸳鸯鱼 这就是武山县博物馆收藏的周代的鱼丛 经过专家鉴定它是武山县的 现在叫鸳鸯玉的一种玉石 你看它薄的地方 它的纹路就是十五年的这个纹 跟鸳鸯玉的纹路是一样的 这个玉虫做什么梦子 主要是做祭祀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级别 档次非常高 也就是说证明武山的鸳鸯玉 很早以前 古人就开始利用它 作为玉来利用它 嗯 天水大地湾文化的考古发掘 更是将鸳鸯玉的使用年代 上推到了新石器时代 然而 虽然古人利用鸳鸯玉的历史非常悠久 但真正大规模开发 还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借唐朝诗人王汉的那首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梁州词 夜光杯的文化价值 不断被山丹这一代的工匠们所开发 山丹镇也因此成就了玉香的美名 在如今的山丹镇 以夜光命名的产品 不仅有传统造型的高脚杯 仿虎造型的龙凤杯 仿青铜绝造型的绝杯 在这家经营夜光杯的商店里 我们见到了远道而来的客商 哪一种夜光杯卖的比较好 像你拿的这个高脚杯 还有这个平碗杯 竹节杯 还有这些竹节杯 它都是比较好的 你看 它都是 这个喝酒也行 就是喝茶也行 喝茶 这个时候主要是喝茶 主要喝茶 这个原材料长得厉害吗 现在长得厉害 以前就翻了好几番 相应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今年 也在不断地在涨 现在还正在不稳定期 它也不断地在涨 那这个有没有涨的规律 比方说一年涨多少 或者什么 说不来 说不来 去年这一把壶多少钱吧 去年这一把壶也就是 销售价也就是400多块钱 400多块钱 今年涨到600 今年就600 哦 涨到200块钱 那也算涨得高的 但是关键是原材料 但是原材料涨得很快的 原材料涨得厉害 再加上现在的人工工价 其实推高鸳鸯鱼价格的 还有另外一只推手 那就是它的文化价值 被不断地开发 相应的品种也更加多样化 您是从哪来的 浙江 是专门挑这种鸳鸯鱼的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主要那个经营的鸳鸯鱼三子一类 我来贾老板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摆件是吧 您看上哪一件 这几样摆件都可以 都可以 看这个料子 还有做工啊 但是不是说是鸳鸯鱼做这个玉杯最好吗 刚说这个好嘛 鸳鸯鱼就是夜光杯嘛 对对对 好像在我们南方好像一般 我们喜欢三子比较多 嗯 鸳鸯鱼 鸳鸯鱼印度适中 制作玉雕作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随着市场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鸳鸯鱼鸟作品受到了买家的追捧 不过在山南镇一些有想法的玉雕师傅那里 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更加难能可贵 美术专业毕业的马淑宝先生 开办了鸳鸯鱼雕刻工作室 购买他的鸳鸯鱼雕作品的人 必须提前几个月预定 在众多的人物雕塑中 他最喜爱雕刻的是福西巷 最有特色的一个就是华宝 完了就剩下这个书业了 我们用华雕的信息搞出来 让它感觉到像 像龙的身上 龙身上的铃鸦 你当时说看着是 是想 出现这种样子 但是整体看就是龙铃的感觉 对对对 为了展示福西巷 身披树叶人性的一面 同时又形似龙云神性的一面 马先生 现场为我们雕刻了局部特征 这个打在水里 对 对比一下 看一看 这跟这一样 福西巷是不是大多数人 都是雕像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他是传说中的人物 你能力敢从哪来呢 最后是从 我们潜水一个福西庙吧 像我们看到的福西巷 不是这样子 福西呢是中华人文士族 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那么他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史华八卦 天水是西皇故里 福西史创八卦 开启了中华文明之先河 因此每年在天水福西庙 举办的公祭福西大典 是世界华人文化的一次盛会 福西庙里有三宝 武术 木雕和圣像 其中 福西巷为明代所塑 后世所雕的福西巷 大多以福西庙里的这尊福西巷 为蓝本创作 福西庙是马树堡经常光顾的地方 不过福西巷给他的感受 却与众不同 他要请把方 完了把这个把方的一些 马斯瓦瓦 从这两耳朵里边 请进去以后 他就用把锅的这个进行统练 所以他耳朵做得比较大 对 尤其是耳朵 他摄出了一种就是 对马斯瓦瓦瓦的这样一个 命运心 命运感 让他耗尚其实感觉到 死我的这疲惑当中 他这个耳朵 记得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叶光碑最受青睐 在天水市古琴协会的这次聚会上 我们见识了别具特色的地方酒文化 今天我们展示福西巷舍购活动 我们特别用天水菜的 远洋雨的夜光杯来找到你们 来 大家 欢迎你们远方来的 大家同意 同意 第一次用夜光杯饮酒 似乎品出来葡萄莓酒特别的韵味 酒到幸处 大家划起了天水地区特别的酒泉 咱们吃干凉药 喝上一杯所有的茶药 啥桌都不喝 啥子个啥都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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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碗啥给你喝 太后 快乐 好 夜光碑不仅增添了古镇的光彩 也改变了古镇人的生活 博博寨古江一都